基本上 禅就是兩個境界 一個是達到不思議境界 一個是入正思維境界 進入禅的境界才可以不思議 正思維是用最純正的思維 見到什麼都是好的 這叫光明的思想 正思維透過屬席 念佛 觀照 細念 特音 觀想 參話頭 參公案 幾種方法以後 就可以進入正思維 所以禅並不是叫我們不要去想 而是要往對的方向想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大部分的人都說 禅是要我們不去想 問題是我們不可能做到不思不想 不思議是禅的最高境界 能夠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我們不如去想對的是 建立自己的正思維 譬如 行柱坐臥都是禪 跟人家講話 是不是也是禪 也是啊 如果跟人家講話 講到對方不高興 發脾氣罵了你 要怎麼做對的思維呢 對的思維 就是不受他的干擾 而去想 他為什麼會生氣 你想通了 反過來可以導正他 你自己也就不會生氣 否則 若是兩人都生氣 問題就發生了 因此 禪的功夫是培養正思維 禪的力量 也就在此處 禪分成兩種 一個是菩提達摩時代 說菩提就是樹 明鏡就是台 天天要去把它擦乾淨 才不會惹塵埃 另外一個則是說 菩提不是樹 明鏡也非台 所以無需去擦拭 無需擦拭 是什麼樣的境界 是不思維 但是我們做不到不思維 所以 所以 還是必須好好的 把鏡子擦乾淨 擦鏡子 是用正確的思維 來滅掉那些不好的思維 禪 有這兩條路徑可走 禪的方法 要讓我們達到 腦力開發的境界 因為我們耳朵 經常只聽到一件事啊 譬如我們聽別人講話時 就只有聽到講話聲 旁邊的聲音都沒有聽到 但假使我們用禪的功夫來聽 就會聽到旁邊的聲音 若是不練這樣的功夫 旁邊的聲音都會不存在 練習慣了 它就會慢慢集合在一起 好比我在聽師父上課 但也同時能夠聽到海浪的聲音 甚至外面的鳥叫聲也能聽到 當習慣沒有養成 往往只能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如果是專注在自己心的定力上 是很好的 但偏偏不是 反而是被外面的聲色所牽絆 被它掛愛 如何解脫這個掛愛 然後把它消解呢 要運用禪的方法 當我們對於某種聲色專注時 腦力逐漸被縮小 空間也被縮小 簡而言之 就是鑽牛腳尖 當你對一件事情 越是解不開 就越是生氣 然後越想越不對 也就越往牛腳尖鑽 這不是你的腦力被縮小嗎? 但是禪的方法 是叫你離開那個牛腳尖 然後讓它整個發射出去 今天給我一個洞鑽 我就是不鑽 這個時候 整個向外發展出去 腦力不就開發了嗎? 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 慢慢沒有辦法想那麼多的事 但是這就是跟腦力的發展有關係的 所以容易有老人失憶症 禪是在開發更多的腦力 隨時都在幫你擴展思路 年紀大了 腦力會逐漸縮減 可能縮減到跟小孩子一樣了 但學禪的禪師呢 他卻一直都在開發 禪有這種功能 但我們必須先練功 依循我們前面說的那七種方法 鼠息是方法 念佛也是方法 現在我們就把念佛的方法說明一下 開始前先做三次的深呼吸 再調息 整個調好以後 就開始念佛 三次深呼吸 吸 呼 重複三次 這三次屬於強迫性的 大力的吸 慢慢的呼氣 然後 從六個字絕中 選一個慢慢的調息 然後 開始心裡默念 阿彌陀佛 一開始 可以念出聲音 之後就默念 慢慢把它念進去 整個心念 都在阿彌陀佛上 並且 讓阿彌陀佛 跟你的呼吸融合 怎麼跟呼吸調和呢 就是要讓你念的阿彌陀佛 跟呼吸達到一致 阿彌陀佛 這第一個方法 是吸進來的時候 阿 呼出去的時候 彌陀佛 逐漸地 阿彌陀佛 會跟你的氣息一致 這時 阿彌陀佛 就會產生效力 是默念不能有聲音 不像六字絕 吐氣時 發其中一個字的音 注意 進入禪 都不能有聲音 第二個方法 先把阿彌陀佛四個字 很簡單的引進來 先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再來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讓你的調息 跟它完全一致 今天我們學了術習跟念佛 等一下 法師們帶我們再練習一下 結束之後 再運動一下 調息可以治百病 例如 有的人有皮膚病 那是屬於身體裡面的 畅通性不夠 和三交有關係 所以 調息時 可以用六妙門的 虛這個字 在隋朝的時候 智者大師 就是用它來治病 智者大師就是用它來治病 作詞